如何将厨余垃圾变匪北宝 这是目前各个地方探索的难题之一 2019年浙江宁波通过技术创新 把厨余垃圾产生的沼气进行提纯进化 经过脱流脱炭之后形成天然气 通过城市燃气管网送入千家万户 这种探索目前在全国还是首例 上午9点 记者来到了位于宁波市海蜀区洞桥镇的 宁波首创厨余垃圾处理有限公司 在卸料大厅 来自宁波全市各地的厨余垃圾车 正在进行繁忙的卸料作业 工作人员通过机械抓手 将这些刚刚抵达的厨余垃圾 投送至预厨里分选车间 可能说是会有10%左右不到的 那个非厨余垃圾 那我们这套系统的主要作用就是 将厨余垃圾跟非厨余垃圾 剔除的一个过程 然后将厨余垃圾更加精准的 和人利用 张岗辉介绍 通过这个系统 提取厨余垃圾中的有机物 输送到厌氧罐进行厌氧发酵 经过30天左右的厌氧降解 最终产生沼气 然而如何利用这些沼气 宁波市政府和专家们进行了很多论证 目前一些城市将沼气用来发电 但是这种做法会对大气环境产生一定影响 能源转化利用率也不高 宁波市政府请专门的研究团队 进行了半年多的调试 陈冬辉介绍 把厨余垃圾变成天然气 每吨厨余垃圾可产生27.5方左右天然气 按每方天然气售价2.17元计算 目前每天可收入约4.34万元 从技术上来说 沼气转化成天然气已经是成熟工艺 难题出现在如何用最精细方式进行转化 国内尚在探索阶段 现在的咖啡转化成天然气 我们下午的因为再来麻烦